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人员中心 十一宝箱一潮溪至宜 明朝一点三一条龙 黑海岸全地图宝箱物质相关景点 全收集解谜黑海岸全岛太体字笛 我们打开小地图传送到 条绿大厅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小地图左斜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这里有个桥 我们先过桥 过桥之后在我们的右侧有一个小凉亭 在小凉亭里有一个宝箱 好,我们今晚天拿到这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小地图右斜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这里能够看到一个正手的 就是潮溪之一 然后我们清一下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潮溪之一 打开潮溪之一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来到全安比亚之后 我们往前 前面有一个公交车站一样的地方 然后在他的旁边 在他的旁边 我们靠近就能够看到这个宝箱 在这个一堆金属箱旁边 拿完之后 我们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三角这个墙 我们先爬一下 爬上来一场之后 我们继续往上爬 再往上爬 爬上来之后 在前方能够看到一个像煤气怪似的 在他的旁边就是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我们东方向小地图右方 这里有个楼梯 我们往上爬 一直爬到最上方 在我们的面前 又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打开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走到前方的雪阿边 如果说你前面有个传送点 没开的话 你就飞过去 开这个传送点 如果你开了 你开一下我们的左前方这里 有两个小岩石 上个小岩石 对于在台的旁边 就是一个宝箱 让我们打开这个宝箱 你没开传送点 那你先去开传送点 然后再过来 打开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往下看 这个瀑布下方 有个珊瑚 这个珊瑚上面 又是一个宝箱 乘风扶咬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打开 小地图来到能源中心 下方的这个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我们跳起来 就能够看到有个宝箱在这个水边 拿完宝箱之后 我们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我们前方有一个三个囊柄 叠在一起的似的 再搭到后面前我们爬一下 还者不慎 爬下来之后 我们再往上爬 然后前方就能够看到这个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继续往上爬 好爬上来之后 我们抬头这里有个三个煤气罐 再者的旁边又有一个 马上换到我们来勾索 勾一下 然后跳上来 然后就能够看到这个宝箱 拿完之后 我们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打开环境窄 往下看 这里有一堆珊瑚 再在两个珊瑚中间 有一个特别小的珊瑚 要城中斧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特别小的这里 又是一个 哎 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我们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我们来到 台边 在这个方向的尽头 能够看到这个宝箱 城中斧有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 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能够看到对面 而且又是一个朝西之一 然后我们 过去 然后我们清雅怪 清雅怪者我们打开这个朝西之一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看一下我们的探索度 现在我们是13的宝箱 好 你 最后